五年后,17岁的张继刚第一次在会上谈及自己的创作构想 发现所有的人都拂袖而去 那时,他只是一个入团仅五年的年轻的舞蹈演员 第一个作品搞舞蹈作品还写台本呢 像写电影剧本一样的写台本 写出来以后还专门请人作曲 我当时记得那个作曲给我作曲的是叫郭德金 是那个山西歌舞团拉高湖拉二湖的一个同志 请他来给我们写音乐 怀着一种对创作的敬畏与冲动 张继刚的处女作新出关 在无法预知自己命运的情况下诞生了 写了以后呢,好不容易排出来了 领导说不怎么样,就不让演出 但它是第一部处女作 虽然没有上演,但它记忆犹新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 随后,搁置了11年的高考终于恢复 中国又一次处于变革之中 然而,这对于山西歌舞剧院的张继刚来说 似乎有些遥不可及 此时的他正努力争取着每一个创作的机会 令张继刚庆幸的是,随着文革结束 独霸中国戏曲舞台长达十年的样板戏也悄然退出 周无疑为张继刚的创作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11年后,他的作品《元宵夜》在1986年11月的首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大赛中 获得第一名 如梦一般的意境打动了他 兴契级的一首词叫《东风夜放花千书更催落心如雨》 一对恋人找了半天找不着了 一块看灯找不着了 默然回首 在哪呢 他大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今后的很多年里 每当张继刚提起这部双人舞蹈作品都一脸骄傲 不仅因为他双人舞蹈作品 刷新了山西舞蹈在全国比赛中获奖数量为零的记录 更因为他让山西舞蹈在中国舞蹈界里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山西呢 我们每次在华北这个文艺调研的时候吧 就见了面总要问嘛 华北你知道还有内蒙嘛 还有河北 还有北京 天津 大家聚在一起总要问 说你是哪的呀 我说我是山西的 山西 陕西还是山西啊 说大山的山 那表情就立即就变了 哦 山西啊 那一口气吧 就是特别不被人瞧得起那种 二十多年过去 张继刚 每每想起这场比赛 当时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然后呢 元宵夜一跳完以后 是吧 就听了麦克风说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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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点九分 十分 十分 哎呀 我的两只手赚了全 知道吗 然后最后那个分数我就知道 肯定是第一名的分数嘛 然后你知道我的手上全是汗水 元宵夜的获奖 让舞蹈界的前辈们 开始对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刮目相看 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舞蹈 已经有意识地摆脱政治的羁绊 开始了对人性与生命的探求 1986年 28岁的张继刚 一枚作品元宵夜 在中国舞蹈界 崭露头角 一年后 张继刚和同事共同创作的作品 《黄河儿女情》诞生 正是这部作品 开创了张继刚 智土 民众 宏阔 豪放的舞蹈风格 应该说黄河儿女情开了一代 表现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代仙河 四年前的1983年 即将去日本演出的张继刚 去山西济县湖口扑骨采风 第一次见到了黄河 沧桑梁 气魄 不可一世 充满了英雄主义 不可阻挡 黄河湖苦瀑布直系 而下 而且溅起的泡沫 在阳光底下形成的五彩泛满的光芒 都有十几丈之高 哎哟 我觉得太兴奋了 激动的张继刚决定坐船逆流而上 从另外一个方位感受黄河的气势 然而他在沿途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在这一路上 我看到了裸体的船民 逆流而上 拉着签 就在那一路上 我看到了什么叫搬船 什么叫拉签 什么叫船工耗子 拉签是逆流而上 是吧 那些船民为什么裸体呢 因为两岸根本就无人了 就是那么一种苍凉 黄河儿女秦 于1987年在北京首演之后好评如潮 张继刚的名字 也开始被中国舞蹈界的同人们所熟知 在一次应邀给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讲课的时候 张继刚却出人意料的 向当时的吕逸生院长提出想要上大学的想法 这是1990年 张继刚在北京舞蹈学院的毕业作品之一 作品壮丽 宏厚 坦荡 狂放 有人说 它是张继刚生命激情的总爆发 他对于黄土高原人女艰难的生命体验的表现 让舞蹈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 开始表达深刻的思想和精神 被视为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一次飞跃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 大家知道大灾梯田 为什么拿着石头一块一块雷起来 是吧 那样的保护土地 如果遇到大雨和暴雨的冲刷呢 那这个水土就会流失 所以说有一把黄土就饿不死人了 这是黄土的黄土